元宝却已经开始对百里长约的身份起疑了 这两日开始暗中调查他师父的身份 而百里长约发现自家宝贝徒儿居然在调查他之后 连夜逃离了京城 我师父居然逃走了 嘿又喂 你说我师父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我查了这两日一点线索都没有 元宝哥 你的师父可能是个母老虎 母老虎 嘿又喂 你知道什么是母老虎吗 母老虎怎么也该是一只母的 是娘亲和二伯母 还有德飞祖母那样的吧 师父可是花美男 怎么就成母的了 我知道啊 我娘之前说 我哥哥就是被母老虎抓走吃了 你师父那么凶 那肯定也会吃人 就是母老虎 你才母老虎呢 我师父那么帅 就算是老虎 也是一只公老虎 反正都是老虎 元宝哥 你师父 该不会是个杀猪的吧 什么 我看那街头杀猪的 都好凶哦 你说我师父是屠夫 有这么帅的屠夫吗 不猜了 我师父都连夜逃离京城了 哎呦喂这臭小子 猜错的那些答案 也太会师父在我心里的形象了吧 不过呢 我师父的身份一定不简单 此时 京城外 百里长约骑着马 犹如一阵龙卷风似的 哎 恶名在外 吓到我的宝贝徒儿怎么办 进入密林山路不久 马儿似乎嗅到了前方的威胁 怎么也不肯往前一步了 出来吧 鬼鬼随随做什么 前方树梢上一道素白的人影 翩翩落地 子虞 长约 长约 好久不见 也来无恙 子虞 好久不见 两年未见了吧 嗯 你怎么会在南郡 这 说来话长 他们认识多年 这两人是极好的朋友 宋子虞常年在东郡 北郡 西郡等四处游历 正是在东郡游历时 结识了百里长约 当年两人也是不打不相识 便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在游历吗 何时回来南郡 子虞 快告诉我 这两年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 是我不知道的 没 那两年 我师父遇到点事情 需要我帮忙 便将我换了回来 因此这两年 我几乎都在南郡 未曾离开过 子虞 告诉我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子虞 告诉我 你为何会失去 非不先知的能力 长约 我的事情也是说来话长 那就慢慢说 我有的是耐心 也有的是时间 听你把话说完 就这样与宋子虞 并肩坐在树林中 说吧 我歇耳恭听了 打赏